上水的路邊的緊張 動物大學出現確診者足跡 好在隨即放寒假 學校擴大水檢 原本悠閒的逛街步調 瞬間被打亂 同一時代百貨也宣布 立刻停業清消 北部出現確診者 究竟這一波的感染源 到底從哪裡來 多個傳染鏈在社區流行 所以我們很難去完全追溯到 所有可能被接觸感染到的 一個病人 陸陸續續有一些個案出現 大概是在意料之中 疫情從桃園一路擴散開來 延愛下一周就是過年了 疫情能不能控制住 關鍵就在下一周 大概在過年這段時間 是一個關鍵的時候 因為這一段時間 那個不停會有境外的旅客進來 而且春節期間 可能連的流動量 也會比較增加一點 短期之內 過年前是不可能 來達到一個很有效的控制 畢竟台灣還是有20%的民眾 第一劑疫苗都沒打上 封城造成的經濟衝擊 更是不可能的選項 眼下的防疫措施 還是要迅速的把疫苗打起來 台大醫院也公布 第三劑施打的數據情形 發現施打兩劑AZ疫苗的民眾 偏愛莫德納疫苗 AZ混打莫德納民眾 追加劑也會以莫德納為主 至於兩劑BNT 或是兩劑莫德納的民眾 第三劑多半也是以前一個廠牌 作為追加劑 高端疫苗 第三劑也依舊堅持高端 並沒有什麼樣的疫苗 它的混打會有特別的不相容 醫師評估覺得沒有特別的經濟 或者是在前兩劑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大概第三劑都可以根據民眾的偏好 這一波疫情似乎有些緊張 不過醫師認為如果做好防疫措施 清零也不是不可能 要停過這一次就得靠全民的努力